怪手深入地下楼层 挖斗上是受伤的工人 是另外一名怪手司机 一到地面上 就让人员10万火急 抢时间送医 他在工地开怪手 水泥板倒塌被压住 救出来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一外发生在这处工地 彰化基督教医院 在彰化市新盖院区大楼工程 地点是地下二楼的位置 司机开怪手作业当中 水泥板倒塌下来 把怪手跟司机都压在下面 现场人员一边抢救 一边请求119救援 他人其实是坐在机台上面 那应该是前面的水泥板板 坍塌下有压住他对 工人已经把水泥板弄开了 那我们就全力把人也拖到出来 因为人比较重 所以救援上面比较困难一点点 消防队到场的时候 工地同仁已经把水泥板搬开 再由救难人员抢救出伤者紧急送医 头部躯干都有一些压砸伤 那经过初步检查 但目前怀疑双侧肋骨都有骨折 那左侧可能都有血胸 伤者压砸伤严重 自家医院全力抢救 一度装上叶克膜仍然无效 最后留一口气返家 工地现场为何水泥板坍塌 县府已经勒令停工调查公安意外 TVS新闻 陈志忠无数品 暂华报导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